注意微博的网友也许会看到一个新闻,我陆军第74集团军,开通了官方微博,能让军迷第一时间了解我陆军发展的,显示我强大陆军发展的一个缩影的平台。 同时,近期关于74集团军的新闻,则更加让军迷过瘾。 据央视报道,近日,第74集团军谋旅在西北大漠组织红剑10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装备在复杂环境下的综合作战和精确打击能力。 红剑10导弹射程1万米,速度200米每秒,限控操纵台可同时操控两枚导弹打击两个目标,导弹飞行1万米耗时50秒,每轮射两发弹,发射间隔10秒,一个完整攻击过程耗时1分钟。 全车8枚带发弹,可用4轮发射完毕,耗时4分钟,所以能做到快速攻击快速撤离,让军迷观看到了这款国际先进水平的武器系统的攻击权过程。 对这款先进导弹的攻击模式给笔者留下了有了很深的印象,有了红剑10反坦克导弹,我陆军将来碰到强敌的重装甲兵器也能从容应对,河山打牛。 红剑10并非传统的反坦克导弹,它是一款光纤制导弹,由于国外同类产品还被赋予了打击舟艇等水上目标等任务,甚至还用于潜艇防空作战,这类导弹又被定义为多用途导弹,在反坦克导弹的代际划分上,光纤制导弹又被划为第三代反坦克导弹, 无论战争怎么演变,只要是战争就会发生占领与抵抗,而真正的实现,占领则需要陆军穿过废墟殲灭残敌,才能叫做占领,所以陆军仍是重要的作战力量。 而坦克又是作战中的王中王,移动的堡垒,无论是战争还是冲突,只要出现坦克就表明是泰已然升级,同时坦克横冲直撞的画面也会让人心存畏惧,所以大家仍在不遗余力地发展坦克。 而未来地面战争对付坦克仍是一大难,随着技术的进步,坦克的装甲越来越强吨位越来越重,毕竟有些国家的装甲车已经暴涨到35吨级了,所以将来反装甲作战任务更多,反装甲的最好的武器当然是导弹,反坦克导弹,普通的反坦克导弹。 一般为水平攻击目标,有的需要手持发射,所以对体积和重量要求苛刻,随着装甲越来越厚,水平攻击已然乏力,于是就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红舰10反坦克导弹的弓顶模式作战,坦克最脆弱的部位就是顶部装甲,所以弓顶真是百发百中。 红舰10反坦克是典型的第三代光纤制导反坦克导弹,即导弹上安装有白光,红外成像导引头和光纤线圈,导弹发射后在大约200、300米高度飞行,并释放光纤保持与发射车的链接,这样导弹就可以将白光红外图向下船,并接收发射车,上船的控制指令。 在战事的指导下自主攻击目标,我们从央视曝光的视频也不难发现,导弹射出后后面,拖着一根很细的绳子及光纤,导弹通过导引头拍摄的实时画面通过,光纤实时传递给发射车的显示屏上。 战事可以看着视频画面,通过操纵杆,控制和干预导弹的飞行轨迹和目标的瞄准,以增加人工制导的情况下,可以更加准确识别增加目标进行攻击并提高抗干扰能力。 同时,光纤将图像下船,可添加人工制导新模式。 好处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中,若目标已被击毁,或者有更高价值目标出现,射手可以迅速指令导弹改变瞄准目标。 人工制导的最大优点,值得另立,一点叙述,由于有射手介入目标识别,光纤实导导弹就可以增加非瞄准限制导模式,和LOS,即导弹在发射前不需要锁定目标,发射车可以隐藏好自己的状态下盲射。 当导弹接近目标去上空后,射手在根据导弹传回的图像锁定目标,实施攻击,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释放便携式侦察无人机以提高对目标状态的感知能力,尽可能攻击高价值目标。 这个制导模式和攻顶能力于以往,作为直秒火力的反坦克导弹都不相同,因此技术先进,世界上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并不多。 同时,功能强大也带来了导弹重量,和辅助设备的增多,无法坚扛式操作,必须安置于发射车上,当然因为制导方式,不收目标类型的限制,所以对岸导和攻势的进攻则更多样化,尤其是为止雕钻形态隐蔽的攻势。 同时,由于事先会飞到空中,所以对速度较慢或者悬停的直升机,也不在话下,所以红剑10也是未来地面战场的多面手,有了红剑10的助力,即使是我军轻型装甲部队,也不必太畏惧敌人的坦克有多厚的装甲,只要有了红剑10,打坦克脑袋的头顶就行了。 感谢观看